傳說 當時針以及紛爭交疊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有奇妙的事情發生 那就是 我們的節目開始了 台北進行式天天有意思 歡迎收聽台北廣播電台台北進行式 我是主持人方恩格爾羅斯芋奧 今天是 今年最後一季節目 是我的great honor 邀請得到我的好友 Jerry Liu Jerry 歡迎歡迎 嗨 羅斯 你好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Jerry也是曾經參選市議員 也是前外交官 Jerry 該怎麼稱呼 前參選人還是前外交官 You can just call me Jerry 好 Jerry 我們先聊一下 上一個地方選舉 因為你有參選台北市議員 那如果可以針對這次選舉 做一個 summary 如果是用一兩句話來形容 尤其是你有參選人的 experience 你會這麼做這次選舉的 summary 一個簡介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說 民意反映出人民對於現在的執政黨的一個不滿 那我想這個部分從民進黨在選後 事實上在昨天也公佈了一個選後的檢討報告 就看得出來 就是說 蔡英文總統以及民進黨 在2020年的這個所謂landslide victory 事實上經過了不到兩年的時間 就馬上的這個被cash out 所以民意對於說 現在執政黨政府的這個不滿 是很明顯的 那我想這個也提醒了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政府 必須要能夠所謂的這個謙卑啊 Humble Stay Humble 不然的話這個民意的話就會反彈這樣 按照你參選的經驗 一般台北市民 大概什麼時候會開始關注一個地方選舉 比如說是7月8月或者是投票日的前幾個禮拜 才會真的很seriously的來開始關注 嗯 一般來說 大概就是前四五個月 那如果說以11月份的投票來講 大概就是說大概從summer開始 七八月開始 才會開始真正感覺到選舉的一個熱度 但是我想今年2022的選舉很特別的是說 它是一個非常冷的一個選舉 所以事實上即便到了選舉前一個月 事實上都還感受不太到選舉的一個熱度 那我想這個是2022的選舉跟過往的選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明年呢 因為2020年要投總統 這個選舉的熱度就會開始起來這樣 嗯 嗯 那 接下來要問一個二部分的問 那就是 那就是 參選人跟市民 他們覺得哪一些議題 嗯 這次選舉是比較重要 在台北市 嗯 而且會不會有一個difference 那就是 嗯 市民真的是focus在某一些議題 但是 候選人是比較focus在不同的議題 還是都是一樣的議題 你說在今年的選舉嗎 對 我覺得今年的選舉 大概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是所謂黑金的議題 那叫做這個black gold 就是說 選民們關注到說我們台灣的民主 是不是被一些黑道 被一些地方上的這些所謂黑金的勢力給拔持 這個我想是在過去的選舉當中 比較沒有被關注到的 那另外一個議題 我想人民對於這個pousing的這個price 對於高房價的問題 就是說人民沒有辦法去負擔的 負擔的起在台北市買房的這個議題 我想也是得到很多關注 那另外還有一個議題 我覺得在選舉的後半段 有得到越來越多candidate的attention 就是說對於所謂交通安全的一個關注 那我印象中蠻深刻的是說 在幾年前的選舉 交通不會是這個地方選舉的一個關注的一個focus 但是在今年看到蠻多的是議員的候選人 都有努力的在address交通相關的議題 那就是最近這幾天剛好在台灣 包括在台中等等也發生一些相關的這些 我們說這個tragody 那都是令人蠻心碎的 那我想這個交通議題應該也會是明年選舉的一個焦點這樣 你這次參選 你有發現哪一個方式 獲選人才會比較接近市民 那就是用社交媒體嗎 還是要用比較traditional的方式 還是要去marketplace 或站在路口之類的 也是有很多候選人說 我沒有把什麼補掉之類的 所以有不同的方式來接近選民 那你發現哪一個方式還是比較重要 我覺得it depends on your TA 就是你想要approach的TA是哪些人 如果是比較我們說比較傳統的選民的話 那我想我們說一般傳統的選舉方式都還是必要 包括站路口包括掃市場等等 但如果你想要approach的TA選民是比較年輕的 那我想這個social media還是占據的一個蠻大的一個關節 但是我想即便是social media也是有一些分中的一個狀況 比方說如果是20幾歲的年輕人 I think they like Instagram much more than Facebook 那Facebook可能比較是30到40歲以上的一個選民 所以即便是Instagram跟Facebook還是不一樣 那我覺得今年的選舉有一個蠻特殊的事 那蠻多數蠻多的candidates運用那個所謂短影片 那像比方說用reels在臉書上用reels 在這個youtube上用這個所謂shorts的這些方式 這個用短影片在今年的選舉當中獲得了很高很高的一個成效這樣 但是我也發現其實很多市議員候選人還是以Facebook為主 IG的這個流量分子還是不多吧 我覺得還是看候選人像有一些年輕的女性的候選人 他們是蠻成功的在運用Instagram 那臉書上是比較適合做議題式 像我自己是比較做議題式 我會針對不同的市政議題去做 那如果是你想要有比較長的一個論述 在個別的議題上臉書的介面還是比較適合去寫這些一些比較長的這些commentary 那當然如果你是比較說是分享自己生活啦 這比較說soft的這些東西的話 分享照片 那當然你還是用Instagram 所以我是覺得It depends on the strategy that you use 你在個社交媒體上面 那我另外想補充就是說像我覺得Twitter一直不是 Twitter一直不是台灣選舉當中主要的一個戰場 那這個是台灣跟美國很大的一個不同點 Twitter從來就不是台灣選舉的主戰場 那但是最近因為Facebook一直在降觸及 那我們也看到蠻多的政治人物把他們的Social Media的Focus 慢慢的移轉部分到他們自己的Twitter帳戶 但是他們使用的方式還是跟臉書差不多 就是說他們第一他們還是用中文來做 他們並不是用英文 那大概就是說他們在Twitter上面的內容都非常的segmented 所以未來Twitter會不會成為台灣的這些politician 或者是candidates用社群媒體的戰場 我個人覺得還是要持續的觀望這樣子 這些人不知道今年好像是9月份 Musk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建議台灣要打印中國變成一個特別新政區 台灣政治人物怎麼還是會用Twitter 對那我想因為這個Musk的很多comment都是比較 這個out of blue 所以我想我們不太需要特別去關注啦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政治人物對於使用Twitter 如果真的要使用Twitter的話 我想必須從語言的界面開始去做改變啦 第一你必須使用英文嘛 你用中文你就失去意義嘛 對呀 今天我們特別來面試Jerry66世界 是今天參選台北市議員 Jerry你站路口或區域市場跟學民我我所拍照 有沒有遇到 今年有沒有遇到什麼特別的狀況 或很好笑的狀況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沒有啊 就遇到很多很支持的很熱情的學民嘛 然後就是會給你打氣或給你鼓勵啊 甚至常常會送一些食物來給你吃啊 所以這都是非常positive的這個experience這樣 真的嗎 沒有什麼人要抱你太近嗎 我知道 有很多真的會給我們那個很溫暖的擁抱嘛 握手嘛 那這個我們當然都很感謝啊 對啊 那也有人就是會拿很多很多的面紙 我們會去發那個面紙嘛 那個T-shirt paper bag 他們就會拿很多很多這樣 我覺得那些站路口掃市場經驗 其實都蠻難能可貴的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對啊 而且沒有人罵你 你早上太早或太早嗎 不會 沒有 我們看到那個陳時中被罵 我們是覺得蠻奇怪 一般來說是不會被罵 一般來當然你要注意一下你的這個音量 但是我覺得陳時中那個被罵的中國是蠻unique的 等等我們會會討論一些specific的這些公共議題 但是 Generally speaking 你覺得這次選舉 在台 我說在台北市 我沒有說全國 針對public policy issues 有足夠的discussion嗎 不關是市議員候選人或市長候選人 我覺得今年對於市政議題的討論是非常的這個 非常的我們說潛諜 或者說非常的不足 這個是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一個事情 比方說我們剛剛一直講說交通的議題 那台灣的台灣的交通安全 台灣的親人路權 以及說這個其實在很多國際媒體上 包括CNN甚至都會報導 所以我們是蠻希望說 我們說起碼在local的選舉上 能夠包括是市長或者是市議員 都能夠去討論 如何讓台灣的podestions 能夠有更安全的一個環境 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都 就是說雖然有得到相較於過往比較多的attention 但是我覺得attention還是不足的 那我覺得還是希望說那些當選的市議員 或者說我們的這個蔣萬安市長 能夠花更多的心思在交通安全上 我自己是 是我昨天甚至還寫了一個短短的一個assay 在我自己的facebook上 我說很多像Ross你在美國長大嘛 你就大概知道說美國人對於這個potation 這個人的重視喔 那像我們在台灣過馬路的時候 我想你剛剛來台灣的時候 應該也很不習慣 就是明明是綠燈 但是很多很多很多車子 還是會從你面前就直接就開過去 那我是認為說這個部分 必須從education上面來著手 包括是不是我們能夠讓台北市的各個小學 的某部分的課程 就是去強調這個交通安全 讓我們的下一代可以從小在上課的時候 就去接收到正確的交通觀念 因為很多時候小孩子 或說很多時候怎麼開車的觀念 都是從小看爸爸媽媽的習慣去學來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能夠在學校裡面 讓他們從小就去receive一個非常完整的教育 說應該是要怎麼樣來做是最安全的 我覺得這個長期來講對台灣的交通安全的改善會很好 那所以我覺得交通安全是應該是要能夠得到更多的tension 那另外的東西我覺得還是要去強調就是說 在所謂居住正義的部分 就是說房價的部分 台北的高房價的部分 那未來的市長有沒有辦法去好好的去重視這一塊 那因為現在台北市的高房價已經是讓很多人都沒有辦法去承受 就是 they can't afford to have a house 那最近這兩天有一個新聞 應該是法國的Mombapé是不是 他不是說他在巴黎買了一個apartment 那大家都說那個足球選手 他在巴黎買的非常好的一個apartment 換算起來每一瓶也才六十幾萬 那六十幾萬在台北市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連平價都稱不上 台北市很多地方動輒都是一瓶破百萬 但是我們也不可能 很多單瓶破百萬的房子的公寓 也都不可能像那個那位法國選手一樣 就是他可以有買到一個可以看到這個 巴黎鐵塔的這一個view的一個公寓 所以台北市的房價的確是過高 那希望未來的這個Mayor可以好好的去重視這一塊這樣 好我們先進行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聊 歡迎回來台北驚信市 我是主持人范恩格羅斯瓶格 今天我們特別來賓是Jerry66 是Jerry Jerry從曾經參選 石林北投區市議員 對不對 Jerry我有沒有講錯 沒想錯 沒想錯 你正確 好 剛剛有聊到台北市交通安全還有房價相關議題 除了這兩個議題之外 我知道Jerry也是關注其他的 Public Policy 台北市Public Policy相關議題 Jerry我們做一個Fast Quiz 那我問你有關其他的Public Policy 除了這個路案 Pedestrian safety之外 內湖交通也是很多人在討論 包含很多外商公司 因為他們在內湖也有office 這個議題 市議會或新市長 有什麼Public Policy tools可以來解決 其實這個議題我是覺得蠻悲觀 因為這個議題 柯文哲市長這八年 他八年前上任的時候 就說要改善 然後八年以來 我們看也沒有提出什麼改善的方法 那賈萬安市長 他在Campaign的這個期間 我也沒有看到他 針對內湖的交通議題 有提出什麼具體可行的一個辦法 所以我覺得對於蔣市長來說 的一大挑戰是 他能不能夠在第一個任期之內 把內湖的交通去做一個紓解 就是說可能不到百分之百 但起碼要能夠讓民眾有感 就是說能夠做到部分的紓解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一大挑戰這樣 是一個挑戰還是一個opportunity 可能但是我是覺得 他的Campaign的期間是沒有提出 能夠令選民convincing的一個 一個做法嘛 一個option 所以我是不是太樂觀了 因為大家都說 因為我自己是選士林北投嘛 士林北投也是有一個叫做北投士林科學園區嘛 那叫北市科 所以其實我們也會擔心說 北市科會不會以後的交通 也跟內湖科學園區一樣 常常塞車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 展望安市長要去努力去做的一個部分這樣 另外一個議題是 我知道你也是長期以來是關注的 就是小朋友的english education 那這個議題上 市議會或市長還有什麼該做的 我覺得這個bilingual education 或所謂的英文教育這個部分 我知道蔣萬安市長在campaign的期間是有提到 但是沒有太深的一個琢磨 那他要不要去continue柯文哲市長的一個政策的目標 就是說在2026年四年期間去完成百分之百的雙語學校 這個部分是我覺得蔣萬安市長的這個教育局局長 必須要去回答的一個問題 那到底在包括白鄰國的這個老師的師資上 有沒有這麼多的數量 而且他們這個在教學的這個quality是不是足夠 這個部分都是很嚴峻的一個挑戰 我自己會認為說這個雙語教育是一個 是一個必須要走的一條路 但是他的確在執行面上有很多問題 那這些問題我已經在campaign的期間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那我希望未來的這個市長跟市議員 都必須要能夠去克服目前所遇到的一個問題 可能要多請教一下像Ross這樣的專長 謝謝謝謝 那還有沒有可以說是unknown unknowns 那就是我們不知道的public policy issues就會在將來幾個月或幾年 在台北市會出現 嗯unknown的我覺得還是很多事情可以做啦 比方說像我自己就覺得說希望能夠花更多的資源在這個體育上 在所謂sports上 嗯那那台灣的我是覺得在很多基層的這個sports的 的training上啊 都應該要能夠花更多的資源在上面 包括基層的的校隊啊 不管是哪一種運動 不管是棒球啦 籃球或甚至我們今天剛看完世界盃嘛 那足球也是一樣啊 我們的足球場地夠不夠 其實我一直都認為說這個部分當然有中央的問題 也有所謂地方的問題 那像我們各種體育協會 包括足球協會等等 是不是有一些我們說弊案 這個部分也是長期被外界給質疑嘛 那比方說像Ross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的足球協會的理事長是誰 這個是一個這樣子的人物 是鄭文燦 他說他在比賽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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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を打算 我知道前一個理事長邱億人 He's a big fan of soccer 所以我fired him 但是鄭文燦 I don't think he's a soccer fan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想要改善台灣的足球環境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能夠讓大家看得到說 你這些相關體育協會的改革 而且就我所知 鄭文燦他之前是桃園市長 那也是一個非常忙碌的工作 所以他如何又當桃園市市長 又當足球協會的理事長 I don't think he can do two jobs at the same time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希望能夠從基層來改變台灣的這些相關的運動環境 那很多人認為這次地方選舉 比較年輕的選民 尤其是20到30歲是真的比較冷淡的 投票率也變低了 那在台北市也有出現這個狀況嗎 有欸我覺得年輕人不關注政治 這個也許是一個universal的一個潮流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部分一個比較特殊的是 年輕人對於政治的一個失望跟冷感 包括說包括說長期的政治的惡鬥 政治的口水等等 都會讓年輕人失去對於政治的一個信心 那這也反映在說 今年的投票率實在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投票率很低 就變成說會出來投票的都是比較有年紀的選民 那有年紀的選民 他們也許就比較重視這個傳統的campaign的方式 包括掛看板等等 那掛看板又是一個非常昂貴的一個選舉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環環相扣 如果說我們能夠增加年輕選民出來投票的一個意願的話 那也許我們就比較不用花這麼多錢在傳統的選舉方式 所以我是覺得這還是又回到同一個loop 就是說你政治能不能夠讓人民有信心 那就是會反映出年輕選民對於政治的一個關懷的程度 那坦白講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因素是說 年輕選民對於所謂的匿名側翼 對於很多網軍的一個反感 他們認為說這些匿名側翼 這些網軍讓台灣的政治的這個品質非常急劇的這個下降 那也因為台灣政治環境的惡化 讓年輕選民不想要再去關注台灣的一個政治 所以當然我們看到很多政治人物 特別是我們的執政黨對於所謂的匿名側翼 都是撇清責任 但是我說老實話 我是覺得執政黨必須要去負 去負很大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的責任 他們必須要把自己跟這些匿名側翼的距離 給劃出來 不能夠說這些人都是網路易勇軍 然後就是說這都不是我的問題 It's not my liability 他不可以這樣說 他必須要很清楚的 把自己跟這些匿名的側翼的距離給劃出來 並且把自己的立場給講清楚 就是說這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如果這些匿名側翼想要用這種方式 來幫執政黨來辯護的話 那他們並不歡迎 他必須要把這樣的立場給 就是they have to make their points clear 那我是覺得這個目前的DPP 目前的民進黨 是他們一方面又 benefit from it 另外一方面又不想去承擔這個責任 這我覺得是很糟糕的 那星期六晚上就是New Year's Eve 我們剛剛有聊到年輕人 那年輕人很多會去參加外面的活動 但是過去幾天指揮官一直呼籲大家 要戴口罩 要採用相關措施 因為New Cases 確診數越來越高了 那你認為在這幾天 在這個時候 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因為他們都要舉辦這些活動 New Year's活動 那他們在擔心什麼 會在考慮什麼 會不會變成一個英文會叫做 Super Spreader Event 還是他們比較有信心不會 也不會去下 如果是政府官員的話 他們有關New Year's Eve這些大型活動 會有什麼考量 我是覺得一般人民的生活 還是要回歸到正常跟平常 那我自己對於跨年倒數的防疫的問題 我自己是沒有那麼擔心 因為我是覺得 就是說 Eventually 你還是要把它當成是一個Flu在看待 那你如果覺得它很危險 那你就不要去跨年 那你如果說 你覺得It's a fire with me 那你就去 就是說你的安全上會不會確診 這個你自己要去評估 那我是覺得地方政府如果說 已經進到了相關的勸導的這個部分 那我是覺得舉辦相關的這個Celebration 我是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那將來幾個月半年 你認為這個manage the pandemic 這個疫情的相關 policy 主要的leadership還是在中央嗎 還是地方也有很重要的角色 我不覺得現在中央會是有扮演太大的角色 那唯一一個變數就是說 我們也看到現在中國也慢慢的在解封 他們的這個border也開始慢慢的在解封 那許多國家也針對中國的這個 international travel的解封 也有一些counter measures 那我覺得對於台灣的中央政府來講 可能要去思考說那要不要針對這個部分 去有一些相關的因應措施 但是畢竟還是蠻多台灣人在中國 不管是工作還是求學等等 那但是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我是覺得現在台灣中央政府CDC的這個 責任已經慢慢的 就是跟去年或前年比 已經沒有像那麼樣的一個重要了 好那我們現在再進行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聊 歡迎回來台北驚信市 我是主持人 Funger Ross Funger 今天我們特別來賓 也是今年的最後一個來賓 Jerry660階 今年參選石林北投市議員 Jerry我們剛剛聊到COVID-19 還有這個Travel Industry 你認為以後大陸觀光客會不會回來台北或台灣 我覺得會啊 因為畢竟距離那麼近 那我想台灣跟中國之間還是蠻多 我各種不管是Tourism不管還是Academic不管還是Trade上面的交流 所以我覺得說到底我們對於從中國來的這些Travel的相關的regulation要怎麼樣做 我覺得都要很謹慎了對啊 其實COVID疫情前 那個時候大陸觀光客已經中斷了 有很多東南亞、韓國、日本來的觀光客 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Can it make up the difference 我不知道他們這個人數或spending天天的這個開銷 會不會打到大陸的這個數量 對因為中國的疫情真的是很嚴重 而且中國的這個我們說黑數 Hidden number真的是很高 所以我都覺得從中國那邊出事的各種Document 不一定都是這個authentic都是正確 然後我都覺得 所以我都覺得說面對中國他們的這個border要解封 就是我們就是得非常非常的謹慎 那我想也不是只有台灣啊 包括很多國家都已經宣布了他們會有一些相關的COVID measures 我發現最近有很多國際新聞國際媒體 他們在寫 不管是美國人或歐洲人在準備出國玩 也是在準備來亞太地區玩 因為亞太地區國家幾乎都已經解封了 但是我發現這些新聞報告都有些比較 popular的destinations 包含東京、首爾、東南亞幾個國家 但是幾乎都沒有寫台灣 那為什麼國際觀光可能沒有把台灣當成一個first choice or priority choice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第一就是說 那一個survey到底它的中立性客觀性有多少 那我想 時評上來講我還是要說 這個台灣的international tourism嗎 就是說有很多東西要去做 那我最常常講就是說 很多台灣的觀光局很自豪的這個night market 我覺得night market對很多從歐美來的客人來講 常常是他真的能夠去反映出台灣的觀光品質嗎 我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號 那台灣的night market的這個attractiveness 我是覺得也一直在下降 所以我們能不能夠找出除了夜市之外 其他更吸引人的一個我們說做比較高價位的觀光 這個我都覺得是還要再努力的 那像很多如果你要吸引國際觀光客的話 你很多雙語標示你做的也不好 那如果對於一個不會講中文的國際觀光客來講 他到了台灣之後他可能會覺得非常的困難 那如果他想要去很多地方的話 那這個都是需要去配套措施的 我剛剛有人提到墾丁 就是說很多國際觀光客喜歡墾丁 那問題是墾丁很遠啊 墾丁連很多台灣人自己都沒去過 墾丁你從台北 你一本做那個has to be well 到了高雄 然後他從高雄到墾丁 我想他大概還需要5小時這個bus 所以他是很遙遠很不方便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去墾丁嗎 所以你怎麼樣在我們說台北 或是一些比較公共運輸可以到的地方 去讓外國人喜歡來 這個我覺得是要去努力的 像以士林北投來講 你的像北投有溫泉嗎 那你的Hot Spring 你除了吸引從日本來的客人之外 你如何吸引那些從歐美來的客人 我自己在我那時候在北投看 我都覺得說其實我們在吸引歐美觀光客 來北投泡溫泉的這個部分 還是做得不太夠 他們大部分吸引的還是從日本來的客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還要再去努力的 但是我發現很多這些 Travel Guides 旅遊的指南 或網站 就是介紹台灣 Always talk about the same things 那如果是台北的話 還是會以夜市為主 或者特定一些產品 我們不用點名 小籠包 對 頂太風 我是覺得這個都 那這其實也是蠻悲傷的一個事情 就是台灣的觀光 好像那個真的不夠豐富這樣 對啊 Speaking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其實有關比較國際的議題 因為Jerry也是前外教官 你2019年有發行你的書叫做 我在外交部工作 那你那個時候為什麼要出書 沒有我是覺得說台灣很多人 就是說對於外交工作 有很多的這個憧憬想法等等 但是他們對台灣的外交工作的這個理解 就非常的非常的錢包 所以我當時就寫了一本書 告訴大家說 這本就說 如果你想要在military工作的話 那他的這個 actual的這個picture 是長什麼樣子 那if that is what you want 那你再去好好的準備 but if that is not 我就覺得你可以去走別的路這樣子 所以我在2019年的時候 就寫了一本書 那其實我是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事實上 我今年呢 有幫一位 在我自己我選區的一個選民 他的女兒 也因為讀了我的書之後 他有來找我 那我有給了他一些advice 那後來他也順利的考上外交部 所以我是也覺得蠻高興 可以給他一些建議的 那我是覺得說台灣的外交工作 的確是很困難 那如果大家想要走這條路的話 不妨來看看這本書 那先了解這個Foreign Service的一個面貌之後 再來決定 這是不是你要走這條路這樣 真的很困難嗎 因為最近幾年美國 日本西歐國家不是很非常支持台灣嗎 所以台灣外交官不是很受歡迎嗎 沒有我實際上不覺得 你看台灣的國際組織的參與 在蔡英文政府這七八年事實上幾乎是 Zero Progress 不管是這個WHA 這個World Health Assembly 或是IKL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或是UMFCCC 這些國際組織的我們不管你要 不管你要用什麼樣的名詞去 去coin他 你要稱呼他說是 manifold participation等等 不管怎麼去稱呼他 但是這些國際組織的參與 在過去這七八年幾乎是Zero 幾乎是Zero 所以這是 就是就是說 我不會是去全面否定蔡英文政府的外交 因為畢竟像台美關係 他還是做得不錯的 但是我們要認清一個現實 就是說台灣的國際組織參與 是遇到了一個很大很大的bottleneck 那這個部分我想未來的總統 不管是賴清德還是侯友宜 還是其他人我想都必須要去面臨 這個部分怎麼樣去做 那這個部分 這個我很希望他不是陷入一個 我們就是說台灣很常去陷入的一種非藍籍綠 你要把這個ProBlue ProGreen的這種討論 這種所謂非常二分法的討論 我都覺得沒有任何幫助 那按照你在外交部的工作經驗 不管是你自己因為工作外拍或出國 或聽同事講 如果你不出台北市的話 Where would you live? 我知道台北市一定是你第一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會是哪裡? 你說如果我在台灣的話 沒有 除了台灣之外 在國外 在國外 你說我如果從國外回來的話 是不是? 沒有 如果你有機會住在別的地方 我自己很喜歡加州 我很喜歡California 所以我蠻喜歡 可能我過去在LVA住過 我蠻喜歡洛杉磯 我很喜歡LVA的感覺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LVA不錯 我蠻喜歡洛杉磯 我蠻喜歡洛杉磯 那洛杉磯 那洛杉磯 這個是從Policy perspective 那洛杉磯 那洛杉磯 是沒辦法 就是 新市府也沒辦法實現更多的洛杉磯 但是 你從LVA的觀點 會建議 新市長或市議會 可以實行什麼樣的政策? 你說給現在的台北市市長 對 按照你在LVA的經驗 不過我覺得 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但我會說 我會希望 新的市長在 國際事務上這一塊 能夠有更 serious 而且更 professional 的 planning 我知道在選舉的時候 陳時中 後選人有提出一個 要成立一個 叫做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國際事務局 的一個政見 但是這個部分 當時我覺得 沒有得到太多的討論 那蔣安 當時也沒有有太多的 comment 我是覺得 台北市作為一個首都 在國際事務上 應該要能夠更 ambitious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會期許 說 蔣萬安市長 像 我知道他那個時候 他那個時候 在選舉的時候 一直在講 矽谷經驗 Silicon Valley 但是他的矽谷經驗 非常的hollow 很空泛 所以我會希望說 他可以把 在國際事務上 這一塊的規劃 具體的講清楚 那當然也希望 他在這四年 可以有 具體的一個作為 特別在國際事務這一塊這樣 嗯 我們今天的來賓是 Jerry 那Jerry六六世界 曾經參選 市議員 Jerry 您將來還會繼續參與 公共政策的事務嗎 我覺得會啦 不會 我不會 不會離開啦 因為這還是我自己的一個 一個興趣嘛 但是說在哪一個 position 我不曉得 但是一定會 會持續的關注嘛 好 那最後 可以給大家你的Facebook page 就可以繼續 關注Jerry六 我的Facebook page 是 如果你用英文搜尋 是 at Free Taipei 那中文就是 護台 胖犬 劉士傑 那歡迎大家啦 按個讚 好 謝謝 Jerry也是 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hank you Rose for having me again 好 謝謝